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叫做太陽軌跡 有這個太陽軌跡 因為陽光直射的位置不同 所以一年當中你所看到的太陽運行的路徑軌跡會不同 這個圖軌跡不同 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軌跡不同 這個圖怎麼來的 這個圖是以地球為中心 看太陽在運動 所以是地球不動太陽動 OK嗎 地球不會動太陽在動 所以有一個地球它不會動 我們看到天園地方覺得天上像個球 我們就說叫天球 然後太陽就在天球上跑 然後它一天會繞地球轉一圈 又繞地球轉一圈 可是如果我這樣子的話 那陽光直射哪裡 知道 陽光有永遠直射知道嗎 沒有 最北要直射北回歸線 可是也是要一天繞一圈 最南直射南回歸線 也是要一天繞一圈 所以你看到的太陽軌跡 就長成這副德性 所以如果你把地球當作不會動 太陽在動的話 太陽是怎麼動的 以地球遠看怎麼動的 以最南邊講起 繞一圈 然後開始旋轉往上繞 繞到最北邊 再旋轉往下繞 降到一圈多久 一天 上去又回來多久 一年 一年 OK 之後是以地球為中心 所看到的太陽軌跡圖 就是長成這個樣子 OK 好啦地球沒那麼大 好來 所以 有一個人叫做 有一個人叫做赤道人 這赤道人的地 赤道人的天 所以 赤道人看到太陽怎麼動的 赤道人看到太陽就是每天呢 直直的升起 直直的落下 第二天換一個地方 再直直的升起 再直直的落下 這就是赤道人所看到的太陽軌跡 OK嗎 好 有一個人叫做北極人 這是北極人的地 這是北極人的天 所以北極人看到太陽怎麼動的 太陽每天出來 出來 在地平線上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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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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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圈 第二天高一點 又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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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嚕咕嚕 咕嚕咕嚕轉一圈 然後越轉越高 到最高台種越轉越低 然後到下面去 再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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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一圈 轉一圈 好 於是停車戰界問 請問你 太陽從這裡到這裡 它下山過沒有? 沒有 地理上叫做什麼? 大聲一點嗎? 永驟 那從這裡到這裡 它的太陽上山過沒有? 沒有 地理上叫什麼? 永夜 所以它有永驟跟永夜 OK? 所以有一個南極的永驟 我剛才講過了 在地平線上怎樣? 咕嚕咕嚕咕嚕 轉一圈 南北極看到的太陽 在地平線上咕嚕咕嚕咕嚕 轉一圈 噗噗噗噗 轉一圈 這是一個魚眼鏡頭拍整個地平線 太陽在那邊繞一繞一圈 整天太陽都不下山 這要做所謂的永驟 有雲啊 什麼之類的 要拍一天耶 中間都有點變化嘛 都有點變化 OK 最後是所謂的永驟 就跟你講的咕嚕咕嚕咕嚕 轉一圈 在地平線上咕嚕咕嚕咕嚕轉一圈 在哪裡拍的 這張是在哪邊拍的 暗示你答案 這個人在夏至的時候陽光直射 這個人在夏至的時候陽光直射 所以這個人在哪裡啊 所以這個人在哪裡啊 我們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來告訴我們這個人現在是在哪裡啊 好 這位大帥哥叫做16號 哪裡 北回歸線上很好 好 這個人在北回歸線上 因為他夏至的時候陽光直射 夏至的時候陽光直射 北回歸線 我們的課本上告訴你 這個叫做台灣所見太陽軌跡土 這裡的考試 這裡的考試 如果沒有特別指名 沒有特別講 我在考高雄 我在考台南 我在考淡水 這裡的考試 但是如果沒有特別指名 他說的台灣就是指嘉義 他說的嘉義就指北回歸線 所以課本上說 這叫做台灣所見太陽軌跡土 上次哪邊看到的 嘉義 嘉義 北回歸線看到的 喔 北回歸線看到的 所以 我們說這就是 北回歸線看到的太陽軌跡土 好 讓你了解一下 我們所看到的太陽軌跡 然後它是怎麼來的 OK